家里的小孩老是不爱吃蔬菜 我经常会做成蔬菜水饺放冰箱 小孩既爱吃,煮起来又方便 首先准备点胡萝卜汁 菠菜汁和紫甘蓝汁 普通面粉中放少许盐 倒入胡萝卜汁 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菠菜汁和紫甘蓝汁也是一样 揉成面团后放入盆中 盖上盖子,饧面20分钟 肉末中放点葱姜水,盐 鸡精,生抽,蚝油 13香,芝麻油,一个鸡蛋 抓匀饺子粘稠状 韭菜里放少许油,搅匀后 加入肉末中,这样做的饺子馅 才不会出水 饧好的面搓成长条 切成15克左右的面团 再用擀面杖擀成饺子皮 放上馅料,用你性感的左手 包成你喜欢的饺子模样 水开后下饺子,用筷子轻轻推动 防止粘锅底 煮饺子要煮开3次加3次凉水 就是大师们所说的 三开三点水 大概煮4分钟就熟了 这样做的饺子 我家孩子称它为彩虹饺子 一次能吃十几个 多余的饺子装起来 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就可以了